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最近針對台灣海峽 有一些國家已經採取實際行動 包括美國跟法國 都公開宣布以軍艦來通過 無害通過 那大陸方面也在考慮 是不是台灣海峽應該要比照南海 主張內水化 也就是說 任何國家不能夠 要通過的話 必須放棄他的武力 跟軍事的相關的行為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眾議院歐美所的 宋運輝研究員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宋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首先請您先談一下 就是目前大陸 據說最近開6月1號 在大陸也開了一個會 叫做台灣海峽法律地位學術研討會 所以談的似乎是 因為如果是比照以前 台灣海峽是一個國際水域 這就沒什麼好談的 大陸現在要重新的來定義 台灣海峽的國際法的地位 他的意思 有些人在猜測 他可能要比照像南海那樣子 希望能夠用一個 內水化的一個相關的概念 來籠罩 您能不能談一下 現在目前的可能的發展跟想法是什麼 我們先看這個研討會的召開的時間點 6月1號 另外我們再看這個研討會裡面的議題 比如說台灣海峽的法律地位 台灣海峽的中線 未來台灣一國兩制的方案的話 台灣海峽的管轄權的問題等等 所以他有四個主要的議題在裡面討論 那詳細的內容我們不清楚 有沒有針對說所謂的台灣海峽 內水化或是內海化 哪些的討論 媒體沒有報導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另外就是說 這個 這幾位 與會的大陸的學者 他們 我沒有看到是 大陸研究國際海洋法的重量級的學者 比如說高治國法官 就是國際海洋法法庭的高治國法官 或是清華大學的賈彬彬教授 商勳軍教授 武漢大學的議員沒有 沒有在裡面 但是這個台灣海峽的法律地位 牽涉國際海洋法的問題 這是我們可以來問的 但是有一位是叫李明傑 他是自然資源部 就是國家海洋局的海洋戰略發展研究所的研究員 所以他比較屬於算是有點算官方的 所以這個研討會他的釋放的訊息 他的時間點告訴我們是什麼 那最近比較就是 比較大家在關注的問題 就是說法國軍艦通過台灣海峽 那美國增加的軍艦 包括他的Costco可能都會往這邊移動 所以到底是中國大陸在釋放什麼樣的風聲 那我個人的解讀不見得正確啦 就是可能是說一種必要的因應 也就是說大陸的民意 或是大陸的民族主義的情緒上的不滿 針對這些美國尤其是美國通過台灣海峽 所以在習近平跟共產黨的統治 就是合理法 他必須要有一些的動作 但是這些動作又跟國際法 跟國立法有可能一些的抵觸 比如說國際法上面 你要把台灣海峽內水化 那到底有哪些的法律遺跡可不可行 所以我看起來是可能是一種 就是說政治外交上面的一種輿論戰 心理戰甚至某些程度上的法律戰 這個法律戰當然講 我們可能看起來是衝過頭了 也有可能我個人的解讀是說 你可能拿了石頭砸自己的腳 因為習近平也已經講過說 就中國大陸他會根據國際法 尊重國際法 那但是大陸的一些民眾 可能也有些人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模仿遵守毛主席所講的 我們就是要五法五天 那這樣來講就是這個情勢的發展 就很有趣是後續的發展 是不是告訴這些美國 這些法國甚至其他國家的政府說 你經驗通過台灣海峽的時候 證明後續我們已經有這樣的想法 那另外一個媒體比較沒有在談 大家沒有在談的 我是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大陸主張就是 當然一國兩制沒有錯 那台灣是他的一部分 那法律上的適用 台灣海峽法律制度 海洋法的制度可能是 不是台灣的領海法和專屬經濟海義法 如果說他硬要說台灣是他的一部分的時候 他可能是適用1992年的領海法 大陸的1992年領海法 1998年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駕法 假如這樣來講的話 整個台灣海峽裡面的水域 就會納入到他的所謂的管轄權 其中包括內水 那這樣的話就是部分的把台灣海峽內水化 就是台灣海 我們台灣這邊西部海岸 向海的方向延伸12海底 是零海 極限之外是12海底零海 極限裡面的12海底是什麼 就是內水 那這樣來講的話 它所謂的台灣海峽的內水化 那這個是不是partially speaking 那等一下我們可能會提到一些相關的問題 就是內水 台灣海峽這邊我們的平湖水道 有沒有內水 有內水 那美國的經濟可不可以通過 通過的時候呢 通過我們的內水 那要不要跟我們報備 那如果說變成是大陸的內水的時候 那大陸的內水更不用講了 那領海的那個五塊通過群又另外的 所以這是我個人看了一下 這是我個人的解讀 或者我個人的想法 我們先從這個所謂內水化來看 就是您剛剛提到 比如說台灣跟澎湖之間 澎湖是算台灣的一個外島 所以如果說有船隻要經過的話 如果這個距離是蠻近的時候 當然這會引起大家的考慮跟關切 那比如說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廣西跟海南島之間一個窮州海峽 這兩邊的距離其實是很近的 如果是從廣西這邊起算12海里 到海南這邊起算12海里 是相重合的 所以這個的話是沒有問題 完全是在大陸的領海裡面 它可以宣稱這是內水化 可是如果說從福建沿海到台灣之間 有70公里這麼遠的一個距離 那即使兩邊起算12海里 你仍然中間是有國際公海在那裡 那這個能夠算成它的內水化嗎 因為這個東西跟最近另外一個事情是有關的 就是大陸一直堅持它的南海 有些人主張是有內水化的情況 就是從它的最遠的海南島一直到 它在南海上面現在填島造陸的人工島之間 這整個大的區域都要算成內水化的話 國際上也是有爭議的 你能不能談一下 我先回應一下說南海內水化 南海的歷史性水域都已經被國際社會上面所說反對 而且2013年到2016年的南海仲裁 已經說你沒辦法主張南海的歷史性水域 那歷史性水域就跟內水的概念有點相近 那都已經被否決掉了 所以你說要從那個地方來主張南海的內水化 事實上已經就是幾乎是不大可能 但是我打得差 就是說這個歷史性水域是只有中國大陸這樣子提 當然也台灣這邊也這樣子提 那這個不是在國際海洋法公約裡面有的詞 是國際並不承認的這樣的一個主張 那如果是現在國際海洋那個仲裁庭說否決了這個東西 但是大陸並沒有接受 大陸是不是還是繼續主張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目前比較少 您講的沒有錯 國際海洋法公約裡面講的是歷史性的海灣 歷史性的水域比較少 沒有錯 但是我們今天先講說歷史性的水域和歷史性的權利 比如說我們跟大陸來講 以我們台灣 我在呼籲說台灣應該要強調黃岩島 我們講的民主礁 那周邊的那個傳統的捕魚權 是不是像歷史性水域上面使用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也不見得要完全放棄掉 但是就是說國際社會上面這個歷史性水域 就是說您剛才講的是海洋法公約裡面是沒有提到這一部分 是沒有錯 那大陸目前的論述 我們也慢慢的看到沒有在強調所謂的九段線 是 包括蔡英文政府我們台灣這方面 11段線好像也沒有在談 這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 這我們都了解 所以目前來講也比較少 所以這個是目前的趨勢 那國際法上面來講 中國大陸在1982年就已經簽了 海洋法公約 1996年就批准 當然批准是他有做一些保留 那既然是你是這一個海洋法公約的地獄國 你有這個義務 除非是你推出 但是你目前來講 你有義務要去遵守國際法的相關規定 海洋法公約的規定 那這個規定裡面就現在剛才您講的說歷史性水域 所以一些西方的學者甚至仲裁庭的一些的見解 就是說你當時在批准的時候 你已經放棄掉某些的所謂的歷史上的權利 水域的權利 那接下來你能不能談一下 就是這裡面所涉及到的內水化 跟國際水域之間這個東西 什麼是可以稱為是內水化 像窮州海峽可以是稱為內水化 但其他為什麼又不行 窮州海峽是它是國際法上面是允許它是可以這樣做的 包括渤海內海化 這就沒問題了 國際法的預計 那在回答那個主持人您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要先了解一下 就是根據海洋法公約 第二國沿岸國 它是可以用不同的基線畫畫 去決定你要去十二海底領海往哪邊算 200海底的經濟海域怎麼樣算 所以大陸來講它是用的是直線基線 東南沿岸這邊它是用的是直線基線 包括它1992年領海法講直線基線的畫畫 所以西沙群島它也是用直線基線 把那個西沙群島那些島礁連起來直線基線 那直線基線畫出來之後 點跟點之間用直線連起來之後 往外海的方向就是十二海底領海 那再更遠一點就是 直線在200海裡就是專屬經濟海域 基線裡面就是內水 所以嚴格上來講說 假如說永屬礁用的是正常基線一畫 它的十二海底的基線 向陸的倒的這個方向就是內水 就是中國大陸的內水 包括我們的比如說東沙島 我們一畫我們用的是正常基線 當然台灣用的是混合基線 就是我們用的是直線基線為主 然後正常基線為輔 所以我們在黃銀島也畫了 釣魚塔我們也畫了 當然澎湖那邊也畫了 那台灣在畫的時候把澎湖那邊 包括我們的綠島 蘭� 用直線基線一畫 整個就直接連到小溜血就連過來 包括澎湖水到這邊也是這樣子 但是國際法上面 美國它是有挑戰我們的主張 它認為說過度的主張 那美國也針對中國大陸的 西沙的直線基線主張 認為說是過度主張 所以為什麼它經濟要進去 儘管說你的內水 你那個十二海 十二就是直線基線畫裡面 我還是可以進去 甚至它當然沒有直接進入到 可能那個基線裡面 是在基線十二海裡的領海範圍裡面 它還是進去了 就是在挑戰 所以這個裡面就是說 兩岸之間就是國際海洋法公約 您剛才所提的內水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知道什麼是內水 內水就是測算領海基線 那條線向路的方向裡面的這些水域 都是屬於你的內水 那既然是你的內水的話 就屬於領海國它的管轄主權範圍 那外國的船部要進來 譬如說到進入我們內水裡面的港口 一定是港口國的完充分的管轄圈 那領海又是另外一個法律制度 領海制度但是同樣的 也是適用於主權 領海國的主權範圍 唯一的權利就是無害通過權 如果說在領海的這個範圍之內 我想任何國家都有這個權利主張 你不能夠就是軍艦或者是任何的形式 必須要無害通過 那但是如果是你要把這個往外再擴張 比如說200海裡的經濟海域 你都要有這樣子的主張 要它無害通過的話 這個可能就會有爭議了是不是 就是現在如果說大陸要把台灣海峽 視為它這個內海化的話 變成它要求在台灣海峽 所有的軍艦必須要無害通過 這樣子的要求合理嗎 我覺得有法律上的一些很大的問題 首先我們先 以目前來講還沒有內海化 內水化的這種 現在目前台灣海峽的法律地位 它的現狀來看 那麼台灣海峽它就是我們講說國際海峽 但是過境通行是不適用 過境通行錢海峽的 國際海峽上面的過境通行錢是不適用的 為什麼不適用呢 不適用的原因是台灣海峽超過24海裡 對 它最窄的地方大概70海裡左右 所以它中間儘管大陸的12海的0海 台灣的12海的0海 所以扣掉就是224 70扣掉24大概還有多少 還有40幾 所以這個地方就屬於 嚴格講是兩岸的專屬經濟海域 專屬經濟區 那從海洋法航行自由的角度 公海上面海洋法公約57條跟87條 我們講比照適用 所以公海的航行自由 比照適用在台灣海峽 剛才我們講的40多海裡的 這中間的航道 所以嚴格講來講法律上的解讀 美國其他國家的確是根據國際法 海洋法公約的規定 習慣國際法的規定 它的船隻經濟航行自由 它的飛機可以飛躍 但是在這個航行自由是在公海上面 但是會比較衍生的一個問題是 它是 假如是專屬經濟海域怎麼辦 那假如中國大陸說它是我的經濟海域 那就衍生另外一個 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 針對海洋法公約58條 經過專屬經濟海域 航行自由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進行一些軍事演練 美國認為可以 所以假設說我們在台灣海峽 未來美國跟台灣的或是日本的 在那邊進行一個演練的時候 中共肯定跳腳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從台灣海峽 這裡面的法律地位來講 就是海域的區分 包括就是沿岸這邊就是內水 然後極限再往外面舍海 就是所謂的領海 然後在中間的話就是專屬經濟區 但是公海的航行自由比較適用 飛越也可以 我們台灣方面也是一樣 所以目前的台灣海峽現狀是這樣 好那現在中國大陸要改變台灣海峽的法律地位 把它內水化內海化 就會影響到整個國際法上面肯定 沒辦法 沒有法律的依據 包括大陸的國內法 我會覺得也是一定提出 因為大陸的憲法 或者說要國際法上的規定 當然沒有錯了 有些國際法的時候的規定 包括ADIZ 防空識別區 有些還有模糊地帶 對 那假如這樣來講的話 那大陸可不可以說 我們在台灣海峽有一個NDIZ 是Air嘛 就是防空識別區 我現在是海上的NDIZ 航行的時候我也來個NDIZ 那這個國際法上有些灰色地帶 我們先不講 但是目前台灣海峽的法律地位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下一段我們繼續來談 就是說 目前國際上面似乎 開始有人就覺得在台灣海峽這邊 如果大陸要開始主張內水化 就必須要有實際行動 來否定這樣的行為 我們看到最近 從去年年底開始 美國的船艦 尤其是海軍船艦 就定期的幾乎是 但是到了月底 它就會通過台灣海峽 現在還有其他國家的船艦 也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 對於大陸現在目前的主張 會不會反而有刺激的作用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談